挖cz 這個原則啦就是說 居住正義當然 是要對需要居住的人 最符合他們的利益啊 這個叫居住正義這個沒有問題吧 這個基礎 居平15萬是怎麼計算出來的 你要計算廠商的合理理論 如果廠商賺的錢 錢很多 我們就把這個售價再往下調一點 這合理吧 報告委員 剛才這個院長也說 我了解的也是這樣 不是啦 我跟你請教嘛 如果廠商 你們會計算廠商成本嗎 廠商如果賺了很多 我們把北平的售價往下調低嘛 應該是這樣嘛 所以我要跟你們講說 你們當初計算的這個基礎 是2451戶 那時候是你們根據2451戶 去計算廠商的成本 算出來的 廠商說他們的獲利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 好 算出來之後呢 現在已經算出來一瓶十五萬 好 現在就把它增加了 把它增加到從2451戶增加到4614戶 那廠商為什麼要去增加戶數 你覺得增加戶數 它會賺的比較少 會比較多 你覺得呢 賺的比較多 大聲一點嘛 當然會比較多 當然會比較多嘛 所以廠商會賺的比較多嘛 不然它為什麼要去增加呢 所以我們計算了一瓶十五萬之後 然後它再去增加 從2451戶中間到4615 幾乎是翻了一倍啊 好 增加之後呢 這只是銷售戶啊 那這裡面除了銷售之外 它還有什麼 還有店面跟停車位 這個表呢 是可銷售戶啊 如果這個加起來 這個4238戶 就是一瓶十五萬的部分 這個部分如果一瓶十五萬都賣掉 是261億2206元 它的成本是多少呢 這根據銀建署給我們的資料 它的成本包括土地決標的售價 包括建築成本加起來 四個 四區加起來是200億 所以如果假設沒有店面 沒有停車位 那麼如果把這個一瓶十五萬都賣出去 是賣掉了261億2206萬 所以如果不加計店面跟停車位 廠商的獲利是多少 是30.6% 差不多是這樣 對不對 獲利啊 它賺了61億多啊 它的成本是200億啊 加起來是不是30點多 沒有錯吧 那你覺得一個企業它的獲利在30% 你覺得是合理 或者是稍微高了一點 你覺得呢 你不了解 你不了解 一個企業它做了一個生意 它獲利30% 那你們還覺得不夠 這個已經在民間企業來說 這是高獲利 高盈餘 你們還覺得不夠 把店面停車位通通給它 還有100多億 這100多億加進去之後 它總共的獲利可以賣到162億 186萬 它的獲利變成多少你知道嗎 你會不會算 81%欸 不知道喔 好 那我們 你如果覺得81% 如果還不夠的話 我們看下一個圖 我們還有5%啊 還有225戶的出租戶 什麼叫出租戶 出租戶 多少年之後可以出售 你知道嗎 在林口的話是5年 在福州的話是10年 這個建商它要出租出去嘛 它6個月之內租不出去之後 它就可以出售了 我蓋好之後 6個月我沒租出去啊 欸 我就可以賣了 那賣 1瓶是賣15萬嗎 你胡說八道 你點頭啊 部長你搞不清楚啊 1瓶是賣多少 這一瓶 5年之後 出售是廠商自己 建商自己訂的 不是一瓶15萬欸 這個叫做建商保留戶 這個建商保留戶呢 出租之後 5年之後轉售可以賣到34億995萬 我們看一下這個出租戶 225戶 都在什麼樣的位置 你看 每一個大部分都在高樓層 高樓層的比例啊 除了遠雄之外啊 其他都在9% 甚至有100%的 然後呢 大部分都在大坪數 所以如果說我們的出租戶 是要保障弱勢者 說你買不起房子 我租給你 我們為什麼發現大部分都集中在最大的坪數 46到51坪 為什麼 為什麼多數竟然都集中在大坪數 你覺得合理嗎 蛤 為什麼在高樓層 高樓層比例為什麼那麼高 你了不了解 大樓啊 20層樓的大樓 高樓層比較貴 還是低樓層比較貴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們去問了 所有的仲介業者都告訴我們說 高樓層比較貴啊 大家都要住在上面view比較好啊 那你覺得建商 把這個要出租的單位 大單位高樓層 擺在大單位高樓層 是因為他們要照顧出租戶 知道說 哎呀 你買不起房子 我租給你 讓你view比較好 讓你在高樓層 是這樣嗎 你覺得合理嗎 你不要發呆啊 你告訴我啊 常理判斷 你當了行政院長 你不要連社會拼大嗎 你不知道社會的道理嗎 道理就是 這個叫建商保留戶 225戶是最精華的 大坪數高樓層 建商打算五年之後拿出來出售 依現在的漲幅 通通都是實價登錄推估的漲幅 到了什麼時候可以賣 你知道嗎 部長 院長 你們知道什麼時候可以賣 五年大概是什麼時候 你知道嗎 不知道 大概是民國109年到110年 那個時候每一瓶是37萬 如果照每一瓶37萬來推估 那麼回到上一張圖 他的獲利 在剛才那個 196億 1141萬 196億 他的獲利 是98%以上 這叫居住正義嗎 我現在是用最善意啊 我店面沒有給他減少 我停車位沒有給他減少 他自己的獲利我都不能把他留著 他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用最保守對建商最有利的來算 他的獲利呢 是可以到62億 也就是說大概31% 他是賺錢的啊 他可以獲利31% 結果我們還嫌不夠 還把他的獲數增加 戶數增加之後我們還嫌不夠 還把店面跟停車位 通通讓你自己去賣 讓市價出售 一瓶60萬的店面 建商自己賣 還嫌不夠 我們把出租戶規定五年之後他可以轉手 然後呢 如果租不出去半年之後就可以賣了 而且賣出去不是15萬 賣出去的對象也不是現在來抽籤排隊那個合一住宅的住戶 任何人可以賣 你陳部長可以買 江院長可以買 我段營漢可以買 我們洪副院長都可以買 一瓶浪的時候大概是37萬 我們訂了一個叫做居住正義的合一住宅 結果讓建商的獲利幾乎接近百分之百 怪不得他要去送紅包啊 然後你在這個地方跟我說你什麼都不知道 我跟您請教 那個時候的內政部長是哪一位 鄉委員報告 我在民國一百年的時候是當的內政部長 你是內政部長這個案子 從規劃 到公告 到招標 到決標 到簽約 那時候行政院長叫吳敦毅 內政部長叫江宜化 營建宿長叫葉世文 現在那個營建宿長被收押了 那個時候的行政院長現在高升當了副總統 有可能以後還要選總統 那時候內政部長現在高升在我面前 當了行政院副院長現在當了行政院院長 你覺得這個叫正義嗎 我們這個政府還有責任嗎 你覺得你有辦法在這個地方來跟我們談 你未來要怎麼施政嗎 所以你在這邊不談居住正義 我認為根本上你是問心有愧 蛤 你都不用負責嗎 一個政務官不用為他的政策規劃 適當負責嗎 你應該要下台啊 院長請你下台吧 謝謝 謝謝委員指教 謝謝